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预示最有格局的处理方式 一起来听 什么是格局? 格局就是一个人成长积累的眼界 做人的修养 以及看问题所处的高度和远见 正如有句话所说 格局之上,所见之处步步接近 位置决定格局,格局决定结局 格局小的人,预示只看眼前,资逐比较 格局大的人,预示不拘小节,能屈能伸 预示的第一反应,藏着一个人的修养 预示的处理方式,能看出一个人的格局和远见 及时要缘 格言连毕中曾言 处难处之事,欲以宽 处难处之人,欲以后 处至极之事,欲以缓 及时考验一个人的心态 往往更能看出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遇到极事,有的人懂得平缓思绪,有条不稳的静行 最后化险为夷 而有的人则心浮气躁,稍一欲试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往往更容易出错 看过一个故事 一天傍晚,有一个农夫挑着两筐橘子准备进城 但要在城门关闭前到达 眼看天漫漫黑了,农夫心急不已 看到有人从城里出来,他就上前询问 自己来不来得及赶在城门关闭前进城 行人都说差不多 眼见不远处就是城门 他又想迎面走来的老者问道 冒昧问一下 您看我来得及赶在城门关闭前进城吗 老者看着他心急如焚的样子 回答说 如果慢慢走,还可能赶得上 农夫心里不解,真是笑话 快走都不一定赶得上 慢走难道会赶得上 于是他挑起扁担大步跑起来 却不想筐里的橘子滚了一地 他赶紧一个个从地上捡起来 等到橘子都捡完 城门也已关闭 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很多事情越是着急反而越容易出错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遇事要分轻重缓急 切不可自乱阵脚 只有心态平缓 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遇到急事 与其慌慌张张 不如缓一缓 捋清思绪 各个击破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大事要尽 王小波说 一味地勇猛精进 不见得就有造就 相反 在平淡中冷静思索 倒更能解决问题 深以为然 古往今来 那些能成大事的人 都懂得诚心静气 以此来修身养性 唐朝有一个宰相叫裴杜 他不仅正志才能卓越 而且坐视沉着冷静 有一次 裴杜在家中宴请宾客 突然 管家声色匆匆地 走到他身旁 小声回报说 府里遭了窃贼 您的相应不见了 相应 不仅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而且还是惯例办事 必不可少的工具 丢失相应 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若找不到相应 请则官位不保 重则丢掉性命 殃及全家 裴杜迟疑几秒 点了点头 示意管家 切莫伸张 等宴会结束后 再处理 宴会刚结束一会 管家跑过来禀报说 相应竟神不知 鬼不觉地 放回原处了 裴杜不慌不忙地说 我早知如此 头相应的人 是不敢拿出去卖 除了是给什么盖章 也别无大用 若是我打草惊蛇 对方气急败坏 毁掉相应 吃亏的就是我了 遇事不乱 处事不经 这也是裴杜历经多潮 人稳居相位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突发事件 让人无法预料和准备 所以越是关键时刻 越是要沉着冷静 避免忙中出错 静不仅能去造 而且能深置 正如有句话说 沉静才能谋定 谋定才能干事 干事才能沉事 欲试保持冷静 给自己沉淀和思考的机会 也给自己生命扎根 也给自己生命扎根的时间 为此才能效对一切 难事要变 古语言 不按变通者 必将毁于之 不懂得变通的人 必将在偏执和没守成规中 以事无成 凡事要懂得变换思维和角度 不要钻扭脚尖 更不要一条路走到黑 不撞南墙 不回头 很多时候 让人难以处理的问题 转换一下角度 转变一下位置 一切都迎刃而解 从前有一个郑国人 要上集市买一双新鞋 出门前特意把脚 用尺子量一下 标记了尺码放在身边 可他穿上鞋就出门了 到了集市挑好鞋子 准备从口袋里掏出尺码 却发现尺码放到座位上忘记带 身边的卖家说 你可以直接用脚试穿一下 就知道鞋子尺码适不适合 证人却说 只有良好的尺码才靠谱 我宁可相信尺码 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于是他头也不回地跑回家 等拿回尺码时才发现 市集早已收摊 他没有买到适合自己的鞋 这就是证人买旅的故事 人生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 荆棘从身迂回曲折 多的是你难以预料的事 与其报首律令 自怨自艺 不如随即应变 方能绝处逢身 宋朝礼剑说 旧臂之术莫大乎通便 欲试切勿固不自封 懂得见机行事 灵活变通 再难的事都有解决之法 很多时候困住你的 并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你的思维 山不过来 我就过去 浴室多变换角度 给思维转个弯 或许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格局决定高度 高度决定人生 有格局的人 往往在浴室的反应和处理中 可见真章 格局小的人 看到的永远是井口大小 格局大的人 看到的是星辰大海 余生愿意提升眼界 打开格局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